电梯门打开 一名男子戴着口罩 手拿食物和手机准备上楼 看似相当的正常 但这名男子是居家检疫者 无视规定到处爬爬造 完全不当一回事 住户邻居规劝 男子还恼羞生气 还自称自己是警友会会员 李干事对他没辙 只好通报是否 原来这名男子 21号从大陆返台 要回台中准备过年 按照规定入境旅客 必须居家检疫14天 不得外出 但男子相当嚣张 1月21号 22号和23号 返台三天外出5次 最高可罚100万 虽然男子有佩戴口罩 但大楼近80户的居民 人心惶惶 大厅电梯等公共空间紧急消毒 民政局和卫生局货报后 也依法处理 警方也到大楼调阅监视器的影像 又将男子强制移送集中检疫所 绝不宽带 也不让男子成为防疫的海群之马 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